6月底日本大阪G20峰会 一场贸易战看似获得了缓解契机 另一场贸易战的硝烟却悄然升起 让以为可以传口气的全球晶片生产商 再度屏住了呼吸 7月1号星期一 日本经济产业省突然宣布 加强管制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和智慧手机制造原料 包括用于制造半导体元件的博具仙雅鞍 以及生产手机和电脑屏幕 所需要用到的光阻剂以及佛化氢三大关键原料 而且三天后7月4号立即生效 管制措施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针对三种原料书函 必须先申请许可并接受审查 审查时间长达三个月 第二阶段预计8月份启动 将韩国从日本27个安全保障友好国家的白色名单当中除名 也就是被认定可能转为军事用途的产品 未来出口韩国的时候都要先申请许可 日本宣称 实施对韩管制是基于安全考量 但韩国直指 这是针对韩国法院 强征劳工赔偿判决所做的经济报复 日方已经单方面 独断吹响了日韩贸易战开打号角 日本政府将韩国提供的经济保障 提供的办法 结果日本人不懂得挖赠 离联合合法院 由于产部合议的问题 由于产部合议的问题 由产部合议和制裁判决 产生的内容 甚至有阶段预计判决 现在准备的难度 加强硬控制的三项原料 在半导体产品的制造过程当中不可或缺 而日本业主人正是主要供应商 全球的市占率最高达到90% 相当于大陆稀土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包括三星 SK海力市目前的库存量 最多只能撑两个月 换句话说 在日本实施管制之后 韩国业者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 找到替代供应管道 日经新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三个月内找不到必要材料 SK海力市的生产线将面临被迫停产 面对日本发起的攻势 韩国并不打算屈服 韩国外交部第一时间批评日本的做法 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 要求日方撤回 并打算向WTO提出申诉 产业通商资源部则立刻召开因应会议 宣布将针对半导体材料 零组件以及设备研发 投入六兆韩元 相当于51.3亿美元的预算 部长陈允摩根指 危机就是转机 将加快建立科技产业的一条龙生产链 日本对韩国发动科技贸易战 锁定了韩国电子产业供应链的要害 看似精准一级 打在了其存之上 但受影响的 却不会只有韩国 尽管这些关键原料 掌握在日本手中 但韩国厂商 以这些材料所生产的产品 卖遍了全世界 三星半导体的销售 占全球第一 SK海力士位居第三 其中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拥有全球的七成市占 快闪记忆体市占率 也达到了五成 可以说占据了 全球科技业供应链的重要地位 而这些半导体原件 被用在苹果手机 惠普电脑 或者是Panasonic液晶电视 一旦韩国生产线受损 就意味着整个供应链 都会跟着震荡 事实上 就在日本政府宣布 管制措施的当天 日本供应商之一 关东电话工业注视会社的股价 一度重挫6.7% 华尔街日报 以日本偷食川普为题 分析指出 当川普以针对性贸易限制措施 作为经济外交工具 对华为寄出出口禁令的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始终默默关注 安倍决定 在外交争端当中 将高科技材料作为武器 是日本拥护自由贸易政策 突变的信号 科技业 向民主主义潮流 转变的最新迹象 日本舆论及经济专家也忧虑 日本的声誉及利益将会受损 并且家属韩国科技业 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技术 以摆脱对日本原料的依赖 大陆在面板产业 已经具备有力量 面板大厂京东方 今年第一季电视面板的出货量 以及出货面积 就已经达到全球第一 早稻田大学教授常内厚认为 在这场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韩日相争 唯一赢家恐怕会是中国大陆 而他们正请全国之力 要在尖端产业超越日韩